中国这一次召开的中非论坛 我觉得非常惊人 惊人不只是说我在看中国对非洲的生根 生根的不不只是30年40年 其实 从1955年的万龙会议 那中国提 和平共处五原则 作为不结盟运动推动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基基础 而这个和平共处五原则 他已经摆到了联合国的框框架里面 他 他几乎是联合国的slogan 那不久之之前我在 我在看这个 Jeffrey Sacks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我常提到的这个 Jeffrey Sacks 教授 他写的文章的时候 我还我还曾经回了信说 对我很有启发性 他太太说的谢谢 那那想引用话就尽量引用 他在 他在 Jeffrey Sacks 之前写的篇文章 他在讲的就是 永久和平的十个原则 永久和平的十个原则里面的 Jeffrey Sacks说呢 其中五个原则 就是中国提的和平共共处五原则 他直接把和平共处五原则放进 他对永久和平思考 的基本框架而且摆在最前面 所以他的 他的所谓的永久和 和他的所谓的永久和平论 他其实就是把和平共处五原则 跟跟康德 的 这个和平论 永久和和平论 把他 搬拌在一起 的十个原则 好那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营 一直是 因为我 我自己念国际政治啊 这当时我关注领域 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特别关 关注没有就是 我纯粹就是从一个 从一个知识面的角度来来讲 这个这个是我的专长是我的兴趣 中国对于 亚非拉 的这些 今天所所谓的全球南方 过去的所谓的七十七国集团 或者是今天 所谓的亚亚非拉的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过去不结盟运动的主体 中国的经营 极为成功 当你最近看到就说许多的报道 都在都在 就西方的这这些了 专专家们的报道都在呢 都在提醒或者警告美国 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大家因为他们他们是带着优越感的但是 不断的在提醒就说 中国得到了全球南方的信任 支持 中国俨然就就是全球南方的代表 的那个味道已经很浓厚了 那如果你你你觉得评评什么说中国代表那就看这次的中非论坛 别的不讲 光光是 非洲 非洲的五十四个国家 除了跟台湾还维持邦邦的史瓦基兰在过去叫史瓦基兰我还是喜欢叫史瓦基兰 过去的这个史瓦基兰没有来以外其他的五十三个 要办总统要办总总理 都都到了 领导人都到 可怕呀 来 简单的聊一下 聊一下 柯文哲 柯文哲昨天的上 靠了 那柯文哲 呃 谈柯文哲的这件事事情他会有好几个面向 那如果 如果你 你看到的什么蓝啊绿啊白啊 或者大部分的这些的媒体 基本上预设立场极为极为鲜明 就是就是几乎呢 就是当着当着直播镜头的面了对着镜头狂台 呀呀呀呀 就是觉得觉得觉得今天的今天如果如果没有把柯文哲压 那我就输了我今天晚上的就就就要大要大罪一场 那如果压起来之后的就兴奋了今晚就开趴了 那个是 那是政治场上的神经病 好就是把把政治的放到最前面当然要把政治放到最最前面这种的狂热 我在我在我的讲 你你昨天晚上如果看他看电视啊你把那些 那些那些从头排到我绝大部分的那些的绿色绿色频道 那个绿的基本上面的就是 就就是巴巴巴不得把柯文哲呢就是拆来拆来吃了 好那 好仿佛那就忘了就是当年 当年2014年的时候 如果没有柯文哲 今天的这些的绿色的媒体 今天的绿色执政 在哪 2014年的时候 柯文哲的政治能量 比蔡英文 比赖清德 都还强太多了 柯文哲是深绿啊他自己都讲他是不止深绿他是墨绿啊 他是 他是呢他是陈水扁的就是医疗医疗医疗团的头 他 他是公公开的不只是挺陈水扁公开的就是那一个 一个台独的信仰者 减中华民国的身身份证当然那是假的啦就是基本上就是有的时候叫他秀的时候呢 这种人也很爱也很爱秀 好但是当他带着呢民进党狂胜对国民党来讲 他他他公开不知道讲过多少多少次他 他他更讨厌国民党 那觉得国民党如何如何 这些的柯文哲都讲过 那 但是今天呢这些的深绿的恨不得柯文哲 的那种的感觉 他是在就是论是谈一个案子吗 不是 纯纯纯的就只是 柯文哲对于民进党今天所所产生的破坏力 让今天的民进党成为双少数这件事情 他成为一种一种一种政治仇恨 而柯文哲的司法案件 不管司法案件背后的政治力是如何运作的总是对一般的 一般的民众来讲的假假装明没看到的 也不分析的 也不讲究的 就把那柯文哲的案子 当作是一种的政治仇恨的出口 好政治是一回是一回事 第二个的是案件本本身 案件本身我说实在 昨天的虽然虽然就说了这个 地方法法院 那在开庭的时候呢 那 预令的当当庭的羁押禁件的时候 的理由 那三点理由 那三点理由 我们要去 博博博博士法官吗 里面的当心政非常非常强 从从这一次的羁押体 因为事前已经已经讲了不要提新市政 就你原来的原来的市政里面 因为 因为因为是跟高院抗告 然后高高高院的撤销了原裁定之后 然后呢再开庭 所以呢你不要提新证据 你就能就直接了就你了原来的 原原来的 已经已经掌握的基正 那我们再来呢 再再开羁押体 可是同样的基正 上一次 吴宝请回 这一次 羁押禁件 那个呢是在了所有的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的对于被告本身的人身自由的限制的两个最极端 在 同样的市政里面的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的不同的法官在同一个地方法院里面 会做成南辕北侧两个最极端的裁决 这只会加加深了大家的对于对于对司法更深刻的怀疑跟不信任 当他从从法界来讲 不是说是对 而是说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检察官 一定要要压柯文哲 而法官本身呢 换了一个人 仿仿佛呢就是换了人间了 就是这个法官 觉得同样的基正里面 没有办法扣一个柯文哲 明知道为为法而 知法犯法 没有办法呢扣他 就是知法犯法主导的这件事情 因此要 扣他呢为为法 知法犯法都很难 何况是积压境界 或者说如果按照上个星期的那个法官逻辑 如果这个案子就算检察官的最后一定起诉 柯文哲的被告 的这个身份 未来几年的是脱不了这个案案件走多久 柯文哲的就是被告的这个身份的要背多久 一定会起诉 一定求纵行 但是如果送到上个星期的那个法官的手里面的时候 柯文哲大概就没事因为那个法官的就是觉得 按照现有的基正来讲法法官所看到因为没有人看到 看到了除了除了除了法官检察官之之外 所有的媒体的讨论 都不是建立在看完完整的卷证之后 所以到底检察官查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两个法官会有完全不同的裁定 他除了表示新政这件事事情的在 在有关于重大的案件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的 第一时间的直觉的认定的时候 他可以让 让同样学法的同样当法官的人 形成完全不同的见解 一个呢一个说无保请回一个那就直接积压境界 除了除了这点 以外 我们终究要回到一个试试就你看到的所有的媒体上面 不管是报纸写的 不管是在谈话性节目谈的 除了公开的那那些呢就算了法法院法官的就预令的收押收押 净见的那几点理由以外 其他的 那些的卷证当中的陈述 他 没有人看完完整的 到底真的假的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不只是柯文哲在在质疑说不是侦查不公开吗 那为什么呢 我我每次的脚还没有的离开了离了离开了这些法院或者是呢或者是那个地检署 为什么就一堆的报道 而且呢都是负面的 这种的情况呢你如果没有了没有踩到某一个司法陷阱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当一般的市警小民的不至于了但是我说如果是呢 是社会矚目的案件比如类似的质疑过过去马英九呢也曾经质疑过 那你曾经 不管是用证人的身份用被告的被告的身份 当时呢众所矚目同时带着强烈的政治仇恨能能量我一定要把呢 要把马英九关关关起来 一定要拉嘎拉嘎 一定要把 把谁关的就像就像是川普川川普你看到他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用那种的激昂的带着政治仇恨的司法语言 那我们要把西拉里关关起来我们要把又把拜登关起来要把那航德班关关起来 他不断的方式来去挑挑起底下的群众的热情觉得你只要选我之后我就把他关了 那至于为什么要关他底下的群群众呢 他不会呢回到一个一个案件的本身 到目前为为止所有的在谈这个案子的没有人是看过完完整的就是因为还没有起诉吗 所以说的检检察官本身所掌握的机证掌握到什么时候 你要去说 说的简 说检察官的这样子一个 深压的请求或者说呢法院的裁定对或者是不对 他都 不止只是就我们已知的公开的对这个案件的理解本身 去做判定 同时也在质疑就说为什么相同的卷证 相同的相同的卷证物证人证会做出这么差距的完全相反 对人身自由限制权的两个最极端 无保请回 羁押境界 好那不管在政治上面 或者是在在 在整个的整个的就说 检察官的跟法官的新政上面 那大家都看到了 但还有还有一个一个 层面的 是属于 程序上面的 就是 柯文哲这这这这次第2次的积压停 非常快 两个多小时就确定就就压了 上一次呢 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前前后后 从他到 到这个地检署说明 然后呢 先先是连证署 然后呢到地检署在复训 然后呢加今天开 积压题 然后呢中中间的还 还 还主 主动的要提审 这个呢 就提审类似这些程序上面的概念 对一般的民众来来讲 也很少很少碰到 但是 你一旦要提审 你一旦说 我 我不接受讯问了 我是主主动来的 我要先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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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那 那简 那简检查官喂一半了 头头都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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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裤子都已经脱了 我这时候就让你走怎么可能 好那当然就就就当当庭 就逮捕 那逮捕的时候要提审 只要只要牵涉到提审 少则多一天 通常会多两天 话叫做的柯文哲的那72小时 有很关切 70个小很关键的就是因为 柯文哲要离开地检署他要提审 这个是程序上面只要你有这个动作几乎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疲劳审审讯的问题 当然当从 从一般人的很直觉感受他们来讲当然有可是呢这是你一旦面对到面对到司法的时候 有有有这样一个提审的要求动作的时候有当庭逮捕的动作的时候他几乎一定就会多个二二十四小时以上 通常要四十八小时才能收藏 好的 但是这个 这个案子 留下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说 今天在一个都会空间里面的都市发展的过程当当中我们撇开这个案子本身 市长是柯文哲 也撇开这个案子当当中 主要被控的图例或者是呢可能有行贿的 行贿方的这个 威京集团的 沈庆经 大家都说沈庆经形象不好我也我也我也不会说他形象好了 就是以我过去在在新闻新闻工作当然认识了这么这么这么久的时间 他过去都还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很早的时候 好了 那你说行形象好吗不会就是 但是 撇开这两个这两者不谈 就这个案子 如果把当事人的名字都盖起来 纯粹就这个案子来看 你认为这个案子的处理跟裁决 从一个都市发展的角度来讲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台北的建筑 基本上面落后丑 小 当我们在在推动 推动所谓的都根的时候 在都根的一方面是旧 第二个是安全 就是 就像李红元教教授常讲如果地震的发生了发生的规模 规模规模7的地震如果发生在台北的话可能会有多少动的建筑 建筑物倒塌会到人多少时候大天啊很霸污 他确实啊因为 因为台北40年以上的建建筑物 占到所有建筑物里面的应该应该百分之四十几吧 30年以上的建建筑物大概会占到百分之七十几 台北的建筑老化但是你说老老有什么关系很多的建筑物古古籍不都很老不不一样的就是 呃 几十年前的建筑物啊坦白讲就是在在台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来讲的阴漏就简的味道呢 他真的是不牢靠何况 台台北市的地盘本来的如果你打的不够深的时候呢 他安全性的本来就比较差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但是最后的就是 柯文哲被押了 就爱点你 有 啊 啊 啊 我们要来討好